马总统今天参拜台北市松山的慈慧宫 照样是红包大放送 平均每两秒钟就发一个红包 一共发出了上千个 其中还有远从大陆来的杂技团的成员 没有预料到马总统竟然会来 于是立刻冒雨排了半个多小时 终于领到红包了 还很兴奋的直说要拿回家来炫耀一下 说这可是总统亲手发给我的 好 同学们好 演出三一大早 马总统来到台北市松山慈慧堂参拜 这箱还在念倒闻蕾 外头等着领红包专喜气的民众 已经蜿蜒好几圈 狗狗也要 你狗狗要的是马小九送 谢谢马小九 这是什么东西 兔子 这是狗狗 这是猫 有兔 有狗 有猫 还有一匹马 马总统喜欢提给亲爱小孩与小狗 不过在长长人笼中有挤人 很特别 总统给我 亲手给我 非常好看 正男生是来自大陆的杂技团成员 春节受邀来台演出 冒雨排了半小时 拿到了总统红包很兴奋 但是女团员就不大好意思了 躲在人墙后猛不拍照 挺帅的 挺亲切的 台湾人习以为常的场面 在大陆朋友眼中却难能可贵 怎么说呢 人民一票票票选的领导人 总是更亲切些 东森新闻中央陈俊颖台北报道